嗨,我是廖帥,今天你吃川菜了嗎? 今天來到台北市的天母,看一下後面 國賓經典川月菜,這裡是國賓飯店在天母的分店 它主要是賣川菜跟月菜 我們今天來到哪裡呢?來到台北市天母的國賓川菜館 這裡平常來吃都很貴,它最便宜的中午兩個人餐點要800塊 現在有推出商業午餐 如果你去台北的國賓吃的話,一個人的套餐至少要2000塊 所以這時候來吃商業午餐非常便宜 而且商業午餐的話應該是只有國賓、天母這邊才有 等一下我們又吃一個商業午餐,試試看看 商業午餐很便宜耶,680塊加10%服務費 超佛心,超便宜的 現在越接近中午12點,客人越來越多 而且年齡層就比較大一點 都五六十歲 看來這裡真的是很受大家的歡迎 而且天母有錢也有很多 在這裡開店應該是非常的賺錢才對 謝謝阿 謝謝 哇 我們第一個開胃菜來了 這個開胃菜是用三種小菜拼在一起的 有什麼? 有個涼拌海蛇皮 還好沒有說很甜 不過吃起來是很清爽口味 還有一個阿 就屬於這種沙拉類的 這應該是山藥 山藥上面有芝麻 嗯,好清爽 這個蒜苓白肉 好漂亮喔 嗯 嗯 這蒜苓白肉阿 切的那個厚薄度阿 剛剛好 而且是現切的 讓它燙過 吃起來有點無溫的 嗯 帶點瘦,帶點肥肉 好吃 我們另外一個菜來了喔 這個叫做蜜椒甜瓜炒霜脆 霜脆裡面有什麼 好笑喔 有這個荷蘭豆 有這個 有這個荷蘭豆 哇 這個花枝 好好吃喔 花枝還有這個有一點顏色 嗯 嗯 嗯 接下來這是什麼 魷魚是不是 謝謝 這是魷魚 魷魚跟花汁 好吃 不過啊 我覺得這一碗 它應該 用一些盤子 漂亮一點的盤子裝 這個碗 我還以為上來是沙拉 又是炒菜 用一個漂亮的盤子裝 然後下面再加一個底盤 這樣子就很有實感 非常漂亮 綿火包麗湯 這個湯啊 如果你用單點的話 這個都要三百多塊 一個人 哇 這湯裡面有什麼 有 干貝 紅燒 還有超大一個冬菇耶 哇 這一個 這一個 這個是 冬菇跟花菇 超大一顆的耶 哇肉超厚的耶 真心覺得這個商業午餐六百八 超划算 超值 這種包湯的品質啊 在外面是吃不到的 哇 各位看一下 我們的蔥油海上鮮送來了耶 哇 這道菜 哇 這個蔥油超香的 你看這一盤 這是 鱈魚耶 哇 算了你也看不到 因為這個太平了 這個稍微一寫 就會倒出來 這比我想像中的還要大片耶 一般享受啊 這種商業午餐的啊 蒸魚啊 都這樣小小一塊啊 之前我吃的 這樣小小一塊 欸 這一塊等級是什麼 這一塊 很大一塊耶 就像我去吃那個大火鐵板沙蛙 它的香煎鱈魚一樣 一樣大片耶 超大一塊的 而且這個醬汁啊 哇 這醬汁 哇 鹹鹹甜甜的 然後帶一點醬油香 哇 好棒 好厲害喔 好發 好嫩喔 我們的蔥燒無錫肉排來了 這個這道菜 超美的耶 就一根肉排 然後放在上面 然後上面裝飾那個 蔥 然後先用墊一些洋蔥 嗯 好美喔 這道菜擺起來就非常有質感 如果剛剛那個炒霜脆啊 用這個擺的話 哇 更美 看這個肉排 哇 油油亮亮的 一塊這樣子 小小的 方方正正的 嗯 你看這個醬汁啊 鹹香夠味 哇 這肉排又燉得很軟耶 非常入味耶 而且啊 又保持它的形狀 可是一咬呢 咦 就化開了 就可以苦肉分離 嗯 這個呢 就是鹹魚雞腿炒飯 各位看一下 這個飯啊 這個飯啊 它飯是屬於比較長的那種米 而且吃起來 鬆鬆的耶 完全吃不到有油的感覺耶 嗯 然後它是鹹魚啊 會帶點鹹香 在一個炒飯裡面啊 製造這種畫龍點睛的效果 然後一些蔥啊 加蛋啊 去帶出它飯的香氣 我第一次吃到這種 不油的炒飯 一般炒飯啊 炒出來都很油 因為如果油不多的話 蛋不會香 飯啊也炒不開 又容易黏鍋 可是這個啊 鹹魚雞炒飯啊 哇 很厲害耶 炒出來飯粒粒分離 各位啊 如果在家裡炒飯啊 最好是用不沾鍋炒 用不沾鍋炒啊 你隨便炒 你亂炒 你愛怎麼炒 它就不會沾鍋 出海啊 一定就是炒飯了 可是如果你是用鐵鍋炒 你沒有養鍋 沒有入鍋 沒有熱鍋 你炒出來 絕對會丟鍋 不過啊 我要抱怨一點 剛剛我去廁所 回來之後 飯就在我桌上來 你知道 如果客人離奇的話 菜是不能上的 它必須等到客人上桌之後 才能把菜放在桌子上面 這是一種尊重 也是一種擬夢 可是呢 我剛剛離開之後 回來就發現 我桌子放 躺了一碗炒飯 是不是會讓我覺得說 欸 這炒飯上來多久了 會不會軟掉 這個是我的嗎 我覺得 這一點啊 需要改進 看一下這個碗底有沒有油 超乾淨的 完全都沒有油了 太扯了 這個炒飯 這個燒麥 也太可愛了吧 它做成一個 花菇的形狀 可是還有一個重點 我沒有點這個 這應該不是我的 它中錯了 雖然我很想吃 小姐 有沒有點這個 它是套餐裡面的 它沒有寫上去 就是 中式美點甜湯水果 它只有中式點心 然後甜湯水果 喔喔 喔好 所以是一起的 喔好謝謝 不會 好 是我誤會的 哇 680塊 中式美點甜湯 這個就是中式的欸 甜湯 也太划算了吧 我的媽呀 芝麻包 裡面是芝麻 芝麻包 芝麻包 那這個 這是燒賣 魚子燒賣 它裡面的芝麻好香喔 上面一顆一顆啊 這是小魚子 吃起來薄薄的 這個餡料好飽滿喔 咬進去 整個嘴巴都是肉耶 哇這個中式甜湯 銀耳蓮子湯 哇 超濃稠的 我是料帥 天生料 今天呢 來台北天母的國賓川月菜館吃東西 非常非常的厲害 不愧是啊 非常有名的餐廳 太讓我驚訝 也太划算了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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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遍 集嗎 我們 好